四個十三至十四歲的少年 夜晚晚不回家 在壽茂坪街頭見到這部滑泥機 還被他們發現駕駛室椅底有條車士 一時貪玩之下就偷偷地爬上駕駛室 踏著引擎,偷測滑泥機 好玩,但最糟糕不懂操控 滑泥機的搖臂撞到旁邊中學的外場 連衛蘭鐵枝都撞斷 有圖人聽到滑泥機的引擎聲 又見到四個少年在駕駛室中 覺得可疑於是報警 警員到場抓了四人 案件列作刑事委會案處理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